近日,据媒体报道,孟加拉的帕德马大桥,Pedma Ridge,由于建造难度相当惊人,让美日两国望而却步,最终只有中国选择了接受孟加拉的这100亿工程订单,准备开始建造这一奇迹,但外界并不看好中国,结果中国只用了50天就完成了这座大桥的主体建筑工程,成功打脸了所有的嘲笑者。 美日两国的新闻媒体大呼,中国建造的能力简直不可思议,印度媒体则表示,我们曾经都错了,不应该怀疑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能力和决心,图为孟加拉帕德马大桥。 孟加拉的帕德马大桥建立在帕德马河上,帕德马河作为恒河的一个分支,水流速度非常大,并且地基的土质相当疏松,很容易导致桥梁基础快速沉降。 这样的问题对于很多技术高超的国家来说都非常困难,但中国却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将这一问题彻底克服了,拿出来的方案打败了日美等国家的设计,获得了孟加拉对中国团队的信任,图为孟加拉帕德马大桥施工现场。 对于孟加拉来说,这座大桥有助相当重要的意义,因为这个国家被恒河截断,一分为二,所以帕德马大桥的建立代表住孟加拉的交通将会被彻底改善,而这个国家打算通过国家的力量建设这一大桥,意味着孟加拉不能容忍失败。 如果帕德马大桥的建设出现问题,将会严重影响孟加拉国的形象问题,由于帕德马大桥对于孟加拉国是有助如此特别的意义,以至于这个国家在招标的时候,就指出了这一工程不能偷工减料,质量必须非常过硬,能够让这座桥在使用很长时间也不会出问题,而工程当中不能出现安全问题,导致死伤事件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,尽管孟加拉开出了非常惊人的价格,但是很多国家都对此望而却步,因为他们的能力的确不足,图为孟加拉帕德马大桥的桥体钢梁。 中国在接下建立帕德马大桥这一工程以后,有很多西方国家表示,等住要看中国人的笑话,不过在中国工程人员成功地打好了恒河大桥的地基之后, 那些想要看笑话的国家都彻底失望了。 在桥梁的基础稳固以后,整个施工过程都变得十分的顺利,所以中国只是用了50天就完成了建造帕德马大桥的整个工作。 而中国完成帕德马大桥这一个建设订单之后,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基建方面有助非常强大的实力。 仅仅只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这座大桥的壮举,震惊了整个世界。 这也使得中国建造,在建筑领域里面,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世人眼中第一名的水平。 角飘港项目,中游网,训。 角飘港位于缅甸若开邦的兰犁岛北端城镇角飘经济特区。 角飘港的自然条件与拥有狭长海沟的河北曹飞电港非常相似。 港外航道很深,港内风浪小,是天然两港,中国曾在角飘港与缅甸合作油气管道项目,还将修建一条连接缅甸若开邦角飘深水港至昆明的铁路。 此外,中缅还一直积极推进角飘深水港项目,但是外媒经常拿着一项目说是,称中国对缅甸的贷款会使缅甸陷入债务危机。 虽然缅甸方面表示不相信债务危机一说,称小飘港项目是一个双赢的项目,但还是多次因为资金问题暂停了这一项目的推进工作。 最新一次的暂停是在今年6月份,从达成协议到现在,已经暂停了3年。 项目终于启动,项目终于启动,项目停止3年后,终于在今年11月8日有了转机。 11月8日,中国与缅甸代表在缅甸商务部签署了角飘深水港项目矿架协议。 按照协议,中国的股权占比由原来的85%变为70%,缅甸的股权占比由原来的15%变为30%,缅甸还考虑分阶段实施该项目。 预计第一阶段将投资13亿美元,约和人民币90亿元,项目有什么意义? 项目有什么意义? 角飘港项目的启动,对中缅都有注重大意义。 对缅甸,可以拉动当地港口经济繁荣发展。 再加上我们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将住缅甸在角飘港,修建一条连接缅甸若开邦角飘深水港至昆明的铁路,也可以提高铁路沿途居民的生活水平。 对于中国,我国的石油严重依赖进口,大多数都是从中东进口,但是要把中东的石油运到中国,就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。 我国有60%的石油进口都要经过马六甲,还有70%的远洋运输及外贸商品都要从这一海峡经过。 一旦马六甲海峡出现出发事件遭到封锁的话,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各种运输,美国,澳大利亚,新加坡等国家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军演,演练如何封锁该海峡,角飘港项目的建成, 可以让中国以后的石油、外贸等各种运输避开马六甲海峡,不再受到供货中断的威胁,还可以很大程度上缩短运程,节省时间,规避风险,同时还可以加强中国与缅甸的关系,图为净手图有龙头的45型驱逐舰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,最近发生在波斯湾的一件事令英国颜面近视,原来英国一艘45型神盾舰遭遇了伊朗方面的拦截,双方对质形势也愈演愈烈,随时都有爆发冲突的危险。 英国驱逐舰此行正是为了给自己的邮轮护航,因为此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,导致全球油价再次飙涨,而英国这次派出驱逐舰护航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石油安全。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被美国人坑得厉害,波斯湾的荷姆兹海峡有助世界油法的雅称,每年全球所生产的原油有40%要通过这个地方进行运输,更要命的是,荷姆兹海峡内有很多分布及不规则的岛屿,岸礁和浅滩,安全航道持有可连的几公里宽,平均深度更是只有不足30米,大型邮轮安全通过已是十分困难。 而与美英西方等国素有不合的伊朗自然是在这一关键要点囤住重兵,光是反舰飞弹就有上百枚之多,伊朗人可以充分依托海峡天险,以暗打明,怕是你美国航母战斗群来了也施展不开,只能坐以待毙,一旦爆发冲突,伊军随时可以封锁海峡,那时不要说大型邮轮了,就连小山板只怕都飘出不去,突围45型驱逐舰全速前进。 而此次遭到伊朗拦截的是英国海军最新式的45型驱逐舰,是英国海军除伊丽莎白及唐姆外战力最强的军舰,可以跻身当今世界上最先进驱逐舰的位置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,英国就开始了新一代驱逐舰的建造计划,用以取代老旧的42型。 一开始,英国人先后参与了NFR-90和CNGF等国际研究计划,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,英国最终决定还是自己独立生产。 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研究论证,45型的首舰终于在2003年开始建造事宜,最后一周45型也在2013年正式交付皇家海军使用。 其整个漫长的建造过程经历时长达十年之久,作为当今英国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舰种和扬上防空中间,45型最为人称造的便是伊桑普森,主动多用相控阵雷达为核心的PAMS拦截系统,作为参加CNGF计划所时得的重要仪会。 PAMS系统的强大属性让英国老很是薪水,说是为了让这个强大的防空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用才为此开发了45型也不畏过,而这部耗费了巨资的防空雷达也是给约翰牛们挣足了脸面,其主要性能参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宙斯盾系统的最新改进版。 在搭配由欧洲飞弹公司开发的紫婉防空飞弹可谓双限合并,有了这样的顶级防空豪华套餐,45型足以为大英的辽阔海将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,图为45型搭载的先进的紫婉防空飞弹。 不过,除了防空以外的其他性能指标,45型就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了,而且由于皇家海军进来军费上的捉襟舰肘,使得45型不仅采购量由原定的12艘腰斩为6艘,就连目前已经服役的这些船在未来,都会面临没有反舰飞弹可打的窘境,再加上傻白及航母也处在等级上舰的状态, 以后的皇家海军有可能要退化到舰炮沽空的时代了,曾经的大英帝国海军冠决全球,在上个世纪早期的英王越舰事上,一望无际的铁甲战舰烈增世界感叹帝国的太阳永不落下,而如今却连主力45型的飞弹都快买不起了,不得不感慨世事难料啊! 二战时期,以中、美、英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与日本法西斯,在太平洋战场上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战争,双方投入兵力超过6000万人,最终随着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的广岛和长期爆炸,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战略界秘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协议,可是如今,原本敌对的两国国家却走到了一起,1951年,美日两国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,确立了双方的同盟关系,专家表示,当时日本即需要美国帮助他们恢复经济,而美国又在不断推动亚太战略,他们需要把日本当作跳板,所以两国一拍即合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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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